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 必须用显微镜放大50万倍 才能看见病原体 科学家在对病毒测试的过程中 发现病毒不但会呈现 几何倍数的爆发式增长 还会对周边环境进行快速清洗 而这种病毒 只会对极度低温产生抑制反应 为了得到进一步实验数据 科学家决定用冰带降温的方式 对待军者进行活体实验 低温的确对待军者体内的病毒 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效果并不显著 老白当即找到威克博士说明情况 他却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陆生老鼠 竟然可以在冰水中自由生存 他们决定对彼得使用这种治疗方法 但这是第一次人体临床试验 目前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原来这是一种变频静默降温疗法 将冷却液注入人体肺部的同时 从里到外完全包裹身体 而患者竟然不需要呼吸 类似人体在胚胎阶段的胎息 只需要保证血氧冲足 就能维持受试者的生命体征 冷却液开始缓缓注入 在慢慢淹没彼得的整个面部后 彼得开始出现异常反应 但随着彼得的体温下降 他的生命体征很快就趋于稳定 基地这时突然开启应急系统 原来有三名带军者 闯入了基地上层实验室 在检查完尸体后 老白要求立即密封隔离室 将房间内的所有东西 全部带离基地销毁 而得知这一状况的金发机 对此却毫不在意 反而命令手下 让带军者在基地四处游荡 以此逼迫疾控人员 加快研究禁物 但他万万没想到 基地内部正在策划一场叛乱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山立即将姐姐米亚送出基地 田红则找到金发姐 趁其不备 将对方一击放倒 随后抽出手表里的钢丝 给予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 大山带领的安保人员 也迅速展开行动 将所有士兵全部击毙 一场针对性的反击很快结束 金发姐的人头 也被田红封印进了白色房间 但他们现在却面临更严重的问题 金发姐不过是个姓氏 母公司很快就会出动大规模的部队 为了不让病毒落入敌人之手 他们在离开基地之前 必须销毁病毒核心样子 众人快速制定作战计划 利用低温对病毒的抑制作用 关闭整个基地的供暖系统 只需要半个小时 基地内部的温度 会迅速下降到零下50度 带军者就会失去攻击性 先是基地内部失去照明 随后整个基地完全陷入黑暗 随着冷空气的快速注入 带军者在低温作用下 很快丧失攻击性 但他们在这里 却并没有找到病毒核心样本 老白迅速找到田红说明情况 却发现了更惊恐的一幕 他们通过监控发现 底层隔离式的带军者 竟然在病毒的作用下 出现了社会集群特征 诸多感染者将体内病毒 全部混合在同一个马克杯中 然后灌入了彼得体内 很快 万毒之王彼得就此诞生 在事情完全失控之前 众人决定先发制染 他们将解药和冷却液进行混合 注入被感染的老鼠体内 希望能起到抑制带军者的效果 让他们惊讶的是 实验竟然成功了 接下来 他们必须在母公司的军队赶来之前 迅速控制基地内部的带军者 田红和朱莉迅速展开行动 谁知他们刚进入隔离楼层 彼得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田红立即对彼得狂喷了 却以朱莉也迅速给他注射解药 彼得趴在地上挣扎了一阵 很快就没了动静 可他们还来不及高兴 更多的带军者突然向他们狂奔过来 好在两人配合默契 很快就将所有带军者全部制服 与此同时 母公司派遣的雇佣兵 也正在向基地快速赶来